猴放鬆 猴放鬆 對 猴放鬆 跨在狀 不要緊 對 想到跟沙漠在一起的感覺 白鳥跟沙漠 它不是只是代表那兩個人 這是一種情感 生命的情感 我們都有真情過 我們曾經有執著過 這些都會成為過眼淫淵 但是它是美好的 所以當白鳥回來的時候 它跟沙漠見面那一刻 就是他們要分開 漢官相隔七年 2017年編舞家林立貞 推出最新舞作《潮》 是她為天地人三部曲所做的總結 我做完教 那我感覺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做了花生劑 做了花生劑 你感覺還是不足 你就會有官出現 然後所有的回憶就開始 像浪潮一樣一直回來 所以有些東西還沒有整理完成 所以才完成潮 所以到潮的時候 應該是我放下的時候 在潮裡面總共分了塑 重新塑回去回憶 然後潮 潮就是潮水 然後最後會走到遙翔 就是所有東西 就在那麼遙遠的地方 重新它再慢慢地帶回來 當那隻白鳥要破冰的時候 它要用盡生命奮力一搏 然後跟我們生活是相同的 我們都在用我們的生命 才奮力一搏 生命中 我們總是面對生死 面對很多的情欲 就是一直在我們的空間裡面穿梭 那在無形或芒花到螢火 其實都在談人的欲望問題 人在欲望中 常常做了一些很後悔的事情 生命中的柔軟跟生命中的暴力 都一直在我的舞蹈裡面呈現 那這裡面最主要就是談生命中的毅力跟恆心 林立貞十年一做 無垢的許多舞者 也是十年如一日的跟著她訓練 她們像我的小孩 我可以這麼講 而且能夠跟我走一起 她們都有很特別的特質 她能夠跟到十五年 甚至於二十年以上 她們也是要有極大的耐心跟恆心的 身體 再拉起來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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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身體要經過很嚴格的訓練 比如定進鬆承環境 它是不斷地在檢查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的身體在經過沉浸完以後 它自然地流露出一些必要的動作 而不是說我今天為了要讓你知道我很厲害 我很會跳舞 或者我的身體很好 我加入五夠那年剛好是我升大一的那年 然後那時候的我其實蠻躁動的喜歡的東西也是快速的 但是那一天臉初看下來 我就覺得 欸 怎麼有這麼美的 我不能講它是舞蹈 因為它不是我 教育裡面的舞蹈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很深刻的印在我的心底 對 然後我來五夠考試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那個心是打開的很不一樣 然後我會覺得我好像有找到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好像我一直在尋找的 因為在學校比較像是一套組合 然後這邊可能從一開始到現在要做同樣的東西 所以那東西會一直往下走 除了它的外型 然後到它的肌肉怎麼使用 所以你完全是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又更細微 從我們的中心軸 脊椎馬 然後我們的骨盤 中心軟 中心點是你的尾椎 那一節一節的次序的建構是非常清楚這樣練上來 對那最後才會有我們的手跟腳四肢的延展的動作 我們是個沒有鏡子的教室 通常我們學跳舞啊 然後就學表演啊 然後大家都會看鏡子 然後就 這個角度怎麼樣是好看的 李好琴 對 林老師他 他不要我們做 先做這些東西 從裡面的東西先處理好 然後 該有的東西他會 逐漸的從內在轉化出來 搖翔是一個很重要的舞蹈的轉銳點 他也是等於是身體發展的最初 所碰觸到情感那一部分 所以他在做這引導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跟著芒花的那個芒花絮 它飄下來的時候 那身體的柔軟 所以我們生命中有非常柔軟的東西 但天地都會動容的 所以那個芒花絮飄下來的時候 你的像 那個不是淚水也是裡面的 那個是一個非常複雜內在裡面 又非常的乾淨 要很柔軟的身體 然後 他要 絲絲黏黏的 就跟抽那個蠶絲一樣 你要抽出來就不能斷 然後要 越細越長 越是好的纖維 其實中間有很 很大一段就是眼睛要 閉起來 然後就要用身體的各個部位去 感覺 更融入彼此 然後在退的時候 其實我很難過 會覺得 好像最美好的時候 就是其實像是一個很美好的時候 這樣子 那個時間你好像 再怎麼美好 你想要留住 其實你就留不住 因為無垢的舞蹈 是在緩行中慢慢建構起來 所以他在這個緩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動作他都可以獨立的 他自行就可以獨立 可是這個前提之下 是所有的舞者 他們都要準備好 因為你越慢 好像放大鏡一樣 你可以看到那個身體的每一個部位 包括你的神情 對不對都看得非常清楚 就緩到一個程度 他已經不是一個舞蹈了 他是一個心靈的空間 慢慢釋放出來 然後身體呢 他在緩慢的發展的時候 你會看每一樣東西都是靜止的 所以他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 都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所以這個緩行會最後就變成一個 每一個動作都可以切割下來 獨立切割下來 像個雕塑一樣 他都獨立可以成立 所以看無垢的舞就是 你會感覺好像一個可以移動的雕塑 一直在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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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知不覺中 像星辰一樣 一直在轉變一直在轉變 要幫舞夠做伴奏真的是很困難 因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Q在哪裡 他的那個點 他的每一個動作 什麼時候要開始動 只有就是跟著那一下 然後再走進去 走進去 走進去 就是只要很單純的 很純粹的東西在裡面 那當時我面對在這一塊這麼大的河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很懼怕的 我覺得我怎麼有辦法 然後我怎麼可能可以到20分 甚至再更久 但是我就是下定決心 每天都要從100圈開始 對然後100圈對我來講 真的是有點雲很想吐 可是就是堆疊累積 100圈200圈 一直到500 800到1000 對因為每天你 你跟你的身體在一直不斷的溝通 對然後發現很多可能性 跟面對很多問題 然後我覺得好像到我 可以到1000圈的時候 我才有足夠的力量 然後站在這一塊步上 站在這一塊步上 然後就做到 做到的時候 其實我的內在就是很安靜 然後會覺得很乾淨 所以舞者本身 加持人他走到一個極致 也是一個修行者 因為每天他面對自己 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我就在等 等 等 等了15年 經過三條舞 他達到了 他不是一個舞者 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的身體是一個藝術家的身體 摻雜非常多複雜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他的靈魂是乾淨的 這是非常非常難 非常難 台灣有這麼好的舞者 應該要非常的感覺驕傲 那事實上更多的那種殺戮的感覺 其實是在裡面的 還有包括要挖到自己 更深處裡面的情感 比如說你的憤怒 高掌那種蠻道炸出來的那種感覺 事實上他也是人 然後也是野獸 等他進去這樣的瘋狂狀態 事實上就是變成 直覺性的野獸的那種眼神 因為捕捉獵物在躲閃 包括要去撕裂你的獵物的時候 那是不容一刻的詞意 真的就是要放掉 要放棄作為一個文明人 這件執念 我覺得是 藏在我們這個文明社會裡面 其實也跑不了的 其實有很多被文明包裝的暴力 跟很兇慘的部分 其實是 那戰爭還是存在 這個世界一直都在打仗 每天都有人 因為戰爭而死亡 仇恨 然後歧視 然後覺得你跟我不一樣 所以我要把你殺死 其實在這個世界發生的這個事情 也都在我們的內在 其實 在進走的過程 你要突破非常多的困境 比如說你的意志力 你的耐力 你的持續力 所以我們必須靠那個緩行的過程裡面 然後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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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身體的力量慢慢的長出來 從安靜裡面一直走到 有靜有力量 然後最後呢 再走回安靜的靜 所以透過這樣的過程 也是一種身體的怎麼樣 身體跟心靈的結合 老天爺也在考驗我 他用任何的困難 看看你這個人 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能不能坐得成 那到我這個年紀的 我感覺 主要是帶著小朋友 我感覺現在的小孩子 看他們這樣的時候 我心裡就很大的 就是很 感覺很值得 很值得 再怎麼辛苦 都是非常值得的 每一個人走進劇場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勇敢的人 當他們選擇要往這條路走的時候 尤其是要到無垢 我感覺他很勇敢 因為其實在無垢是很辛苦的 因為這是我們大家都一起喜歡跳舞 喜歡劇場 然後在這裡面我們 漸漸的把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知不覺的傳達出去 就是第二個家 對 因為在這邊相處 確實是比我自己跟我的家人相處還要長 還要久 對 然後我覺得老師就是我們的母親 對 而且老師除了在講舞蹈以外 其實生命的東西或老師的感受 其實老師很願意去分享給我們 還要是你看沒有這樣一群人做這個事情 那怎麼辦呢 一個人怎麼做這個事情 不可能的 對 我是受到這個能量是非常感動的 是人跟人其實可以這麼真實的 互相的給予 他們用時間來表達他的誠意 對舞蹈跟劇場的誠意 那還好有這樣這一群小孩子 要不然台灣就沒有劇場 就很無趣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就真的是會很無趣 所以我很感激他們 所以我很希望 很希望他們能夠 一波又一波 這樣子 像浪潮一樣